今年第二十二號颱風 耐格正在接近當中 會怎麼樣影響臺灣 其實各國的預測 還是出現了很大的分歧 可以來看到 在昨天生成之後的位置 大概是在菲律賓東方的海面上面 在禮拜六之前 其實各國的路徑的預測 都很類似是往呂宋島 西北的方向來前進 但是禮拜天之後 有些國家像是美國 他會預測的路徑是往北走 會來到臺灣 也當然這個侵襲臺灣的災情 就會比較嚴重一點 但是有些國家 像是歐洲國家 他們預測這個颱風 可能會往西 往南海的方向前進 那麼西洋局會預估 預估大概是禮拜天左右 會最接近臺灣 那麼是否會發佈海警 還有路警 其實目前都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再來看一下這個雨勢的部分 其實雨勢主要還是集中在北部 還有東半部地區 尤其可以看到這個宜蘭 這個地方是紫色的非常嚴重 也代表他會帶來非常強烈的好雨 不過西洋專家 那彭姐姐沒有說 其實我們最近呢 要這個觀察的時間點 就是在三十號禮拜天這個時候 那麼到時候在禮拜天 他有可能有百分之四十的機率會轉強 那麼到時候這個颱風就會往北轉 但有百分之六十的機率 還會轉弱 那麼颱風就會往西邊來這邊走 不過也有人說呢 其實耐格颱風很類似兩千年的象神颱風 路徑是一模一樣 不過當年的象神呢 其實有非常強的東北季風的共辦效應 也帶來了不少的災情 但這次的共辦其實沒有那麼強 但是還是要多加留意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